我們來寫一個物件導向的範例 我們來寫一個物件導向的皮革 不是這個皮革的原因 會不會有藤 MOD 我們來把皮革裂進去 然後我們來把皮革裂進去 把皮革裂進去 就讓我來把皮革裂進去 有支 Darede 好,我沒有再宣告變速了,我直接把他印出來看 好,我把它存起來,來放在桌面的 好,我們這個就叫做circle.js 好,ok,那我寫完了,不知道有沒有錯,所以我們得執行一下 執行的時候,我們得叫出share,叫出我們的終端機 中端機就是share,好,叫出這個終端機來執行一次 我們放在桌面,所以我們進到桌面 進到ccc底下,好,我們有看到這些檔案了,裡面應該是有這個circle點的 這個s,好,有看到我們執行的結果是circle點r等於3,circle點area等於28.2599999998 那這是對的,你不要看到這麼多久覺得它是錯的 為什麼這是對的 你如果自己用守成不會得到這個結果 因為明明小數只有一位 兩位,只有兩位 乘起來最多也是小數兩位 為什麼這麼多位 這是因為你們計算機概論應該有學過 浮點數在電腦裡面的表示法會有誤差 這就是它的誤差 事實上下面還有更多位數沒有顯示出來 它只顯示到這麼多而已 所以浮點數在電腦裡面表示會有誤差 這是浮點數設計天生的一個問題 但是你也沒有辦法設計完全沒有誤差的 其實是有啦,但是會不太適合電腦來處理 OK 所以我們這樣子寫,測試完這個物件的寫法沒有問題 它是正確的 所以各位可以試著去寫一下這樣的程式 然後體會一下這個物件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那我把這個程式也上傳到 我直接上傳到我的網站貼給大家好了 好,這樣比較方便 好,那我們這一個主題呢 這個是物件導向 那...OK OK OK OK,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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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把這個程式的內容貼給大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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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然后把网址放上去 放在今天的课程内容里面 最新的一个 那各位试试看 这一个程式 用一个程式 直接了解物件导向 是最快的方法 好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